南摩地藏菩萨 知苦乐法 告诉你一个离开病苦的方法 不可思议地藏经 台北地藏静宗学会 道生居世主 南摩地藏菩萨 知苦乐法 第三章 忏悔是最好的治病方法 第二节 伯陀的四个法宝 谨记原因老法师的教会 一 忏悔 华言经苦闲行愿品云 若此恶业有体相者 尽需空界不能容受 为学佛以前 供高我慢 自以为是 在红尘之中 每天算计者如何让自己高人一等 如何家财万贯 如何穿金带银 如何声明远播 一天二十四小时 醒的时候 追逐贪嗔痴 连睡梦中也为三毒所乎 但愚痴的自己尚不知觉悟 仍然在恨坑中逐愤而不自知 可修可贵至极 地藏菩萨本愿经中云 难言福提众生 起心动念 无不是业 无不是罪 学佛之后 才恍然大悟 自己是 纳摩不可救药 通身满是杀到淫妄 罪业深重的自己 日常生活中一举手投足 一起心动念 都是不好的念头 我们天天面对自己的贪嗔痴作战 却总是屡战屡败 深深体会到巨富凡夫四个字的意义 我们无始节以来所累积的习气 业障 早已把我们的六根紧紧地束缚住 想摆脱习气 消除业障 谈何容易 如今 我只有忏悔意图 师父的毛棚前有一胡子 以忏 拜八十八活求忏悔 是师父指导我们消业的最好方法 在体认无罪无牙 无业无边的同时 我们也体质无生命有穷 无忏悔无尽 拜八十八活求忏悔是每天必备的功课 在礼颤的同时 深礼佛 口念佛 一时专注在一句佛号上 真正达到深与异三叶清静 以清静心忏悔 其功德不可思议 经光明经中云 所谓金光 灭除诸恶 千姐所作 极恶重罪 若能置心 以忏悔者 如是重罪 息皆灭尽 我今已说 忏悔之法 是金光明 清静为妙 一切业障 忏悔意法 是金光明 是无价法宝 我等凡夫能于五着恶事的末法 今日闻此法门 都是于无量百千万亿波前 种诸善根 才有此等福报 但愿同仇 皆能诚心忏悔 发露罪迁 祈求佛菩萨加倍 灭除我等身重罪业 并既往借此忏悔功德 回向广大有情众生 普接脱离夜海 同灯境遇 二 放生 大制度论中云 诸于罪中 杀业罪重 诸功德中 不杀第一 在所有的罪过里面 杀生的罪过最重 在所有的功德中 放生的功德第一 因为一切众生最宝贵的 就是自己的生命 杀了他 愿仇皆得罪身 救了他 他感激的罪身 但是 放生在末法时代甚难提倡 所遭受的批评也最多 这是因为众生业障深重 不报浅薄之故 我们有幸跟随师父 了解佛陀教导 我们此一既可消除业障 又可掌养慈悲的殊胜法门 自当力行放生 放生自有放生的功德 补杀自有补杀的罪过 批评的人自然背负批评的火爆 我们要深信因果不灭的真理 彼此互免 例行放生 六度以不识为首 不识分 财不识 法不识 无畏不识 而放生仪式最为难能可贵 可说是才 法 无畏三种不识完全具备 花钱购买物类放生 这是才不识 放生时为物类三归一 并且念佛回向 一句南摩阿弥陀佛圣号 灌注于其八十田中成为道中 这是法不识 当物类被杀 被擒 被观之际予以解救 还其自由 使其精神上得到无限安慰 这是无畏识 三识起备 放生第一 师父知道我们 此一无上殊胜的法宝 放生的同仇们 更应当珍惜 努力实践 以不辜负识 覆开蓬度重的一番苦心 三 吃素 棱且精云 食肉与杀同罪 在所有的罪业之中 以杀业罪重 因为既造作杀业 匕首杀报 因果报应是最惨最重的 何其不幸 我们却一天到晚 再造杀业而不自知 因为吃肉与杀生同罪 吃肉就等于杀生 天天吃肉就等于 天天都造杀业 三餐吃肉 等于三餐接浅杀窄 因为吃肉而与众生 接下的血海深仇 无量无边 不可胜数 未来的果报 令人不敢想象 涅槃精云 夫食肉者 断大此种 佛心就是慈悲心 我们修行学佛 就是学佛的大慈悲心 学得佛的一分慈悲 刀叶就会成就一分 学得佛的十分慈悲 刀叶就会成就十分 奈何吃肉者早已断除大慈悲种子 慈悲之心无由涵养 资长没有了慈悲 早已背离了佛心 所有的修行都是枉然 冷言精云 食肉者 所求功德西部成就 我们想求身体健康 生活平安 子孙贤达 事业顺遂 我们想求业障消除 盗业成就 乐生托死 往生西方 吃肉的人一定无法成就这一切的功德 这是佛陀金口宣说的教会 如果我们不能吃素 还是照样吃肉造沙业 那么一切心愿将永远无法实现 正因为吃素是如此的重要 师父总是秉持着佛陀的教会 一而再 再而三 孜孜不倦地劝告每一位学佛的人 一定要赶快吃素 赶快矫正吃肉的恶习 能够马上改正过来的人 还是要督促自己 努力地向完全断肉 吃素的目标实践 吃一次肉 造一次沙业 接一次愿愁 吃十次肉 造十次沙业 结十次愿愁 每次吃肉 造沙业所接的血海深仇 将来的果报 还是要自己偿还 做得道的人 无边功德自己亲德 做不到的人 无边罪过自己亲手 学佛者对于此事应生畏惧之心 千万不可轻忽 四 念佛 大吉经云 末法一亿人修行 谈一得道 唯一念佛 得度生死 偶一大事曰 一生阿弥陀佛 即是家本事与五卓恶事 所得知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法 一句南摩阿弥陀佛 是佛陀说法四十九年的最最精华 是洁净中的洁净 妙法中的妙法依靠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 待业往生 横断生死拙留 超脱六道轮回 末法修行想要成就 以此念佛法门 一亿人中难得一人 念佛具足不可思议功德 我们今生今世应当要一门深入 老实念佛 不夹杂 不三些二意 因为念一句南摩阿弥陀佛 就等于总颂三藏十二部经典 一句南摩阿弥陀佛就是禅 大吉经云 若人但念阿弥陀 是明无上深妙禅 一句南摩阿弥陀佛就是密 六字鸿鸣全一半文 未翻一字 是至真至简之咒 既是禅又是密 又能总过三藏十二部教典 念佛真的是不可思议 华言经中云 十地菩萨始终不离念佛 一句南摩阿弥陀佛 功德不可思议 当我们念佛时 十方诸佛都来互念 上字等觉菩萨 下至罪业众生 同样都念一句南摩阿弥陀佛 我等巨父凡夫 何得何能有此福报 与大菩萨们修学同一个法门 文书 普贤菩萨叫我们念佛 观世音 大士智菩萨也教我们念佛 念佛法门这魔术圣南风 今生今世更应当把握 没有多生累劫的善根 是听不尽 信不及这一句佛号的 师父将一句南摩阿弥陀佛 融入日常生活之中 一举一动不离佛号 鸟叫八明生生弥陀 以身世教来劝导我们一心念佛 我们三生有幸 得欲行持严谨 悲心深重的名师 更得以亲近请义 实在是莫大的福报 愿我念佛同轮 皆应死心他地念佛求生净土 一生成就 方不辜负弥陀 慈父之慈悲愿力 也不枉师父辛劳度众 尊尊教会之恩德 第三节 忏悔文 净空老法师 忏悔文请常跪恭念 弟子献是生死凡夫 罪涨深重 从于无始 乃至今生 游贪 称 痴 慢 疑 恶见 八身口意 有意无意 造众恶业 毁坏三宝 善榜正法 起诸邪见 道僧且悟 五逆十恶 乃至起心动念 无不失业 无不失罪 所害众生 无量无边 所皆恶缘 无数无尽 假使恶业 有体相者 尽须空界 不能容受 金犹善根 德文正法 明了因果 报应不爽 声大不畏 其大惭愧 攻对三宝 把戒众生 至诚发漏 求哀忏悔 为怨三宝 慈悲射手 放大光明 照处我心 诸恶消灭 三丈消除 副本心缘 究竟清静 为怨一切 有缘众生 发大慈悲 宽恕于我 解缘是结 扭转恶缘 副本一体 自他不二 地死 今发大悦 断恶修善 改邪归正 从于今日 尽未来计 归一三宝 一绝正经 鼻瘫 称 痴 慢 疑 恶见 修戒定慧 敬身口意 发菩提心 一心念佛 以此功德回向 有缘众生 同生极乐 共成福道 回入十方 五卓恶事 红轩大教 广度有情 满菩提愿 最从心起 将心颤 心若灭十罪一亡 心王罪灭两句空 事则名为真颤悔 净空顶礼 弟子自称谨明 备注 此颤悔文是 默学于2012年7月 启请目前 助悉于香港 蒋经红法 净空老法师 亲自所写 弥足珍贵 各位菩萨 可以依此颤悔文 在佛前发愿 每日早晚 恭送三 五 七遍 若病重者 则见一念 一零八遍 南摩地藏菩萨 知苦乐法 第四章 修持地藏经 是入道之门 第一节 佛说地藏经的因缘 道声居士 地藏菩萨 人人知道 地藏经 有很多人会送 但了解的人不多 误解的人更多 例如有人 怕晚上诵经 家里不敢供养地藏菩萨 听某某人说 会召来什么 把地藏菩萨当神 这完全是错误之件 默学修学地藏法门 讲地藏经 信仰地藏菩萨 十三年来学习心的报告 目的只有一个 希望大家学习地藏菩萨利他 帮助一切众生 离苦得乐的菩萨精神 你的发心 你的行为 能跟这个标准相应相同 你就是地藏菩萨分身 佛陀灭度元祭后 把救度众生重责大任 交给地藏菩萨 就是地藏菩萨发了众生不成佛 他就不成佛之大愿 也就是 有缘无缘均就 这是大词 你的苦就是菩萨的苦 这是大悲 这是佛陀的本怀 所以不仅佛陀称赞地藏菩萨 十方三世一切诸佛 也赞叹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手中拿者 摩尼宝珠 明珠照彻天堂路 明珠就是人人都本有的良心 良能 佛性 本性 觉性 开启新地宝藏 这是地藏 今夕正开地狱门 七丈是体解大道 觉悟明白自己这一念心后 去帮助别人 这是菩萨 能一直这样发心 这样去做 就叫奔身地藏菩萨 你便能再今生脱离地狱之门 找到西方解脱之路 佛陀2500多年前 视线印度 佛说法49年 佛说完法华经后 即将入涅槃 为何还要说地藏经 是希望后世弟子了解 因果重要性 轮回三恶道 地狱果报可怕 而生觉悟心 处离六道轮回 佛说此经 一 为报母恩 为报佛陀母亲摩耶夫人 生她七天后 往生刀利天 二 因地事件 地藏菩萨前生之婆罗门女 与光雾女 他们母亲堕地狱 他们为了尽效 发大愿度尽一切苦难地狱众生 地狱不空是不成活至红愿 三 以愿导行 依此效为一切修行的基础 佛陀告诉我们行菩萨道要先孝顺父母 以愿导行 故俗云 百善孝为先 自古忠臣 皆处于孝门 故本经可说是佛门的孝经 四 本经说明堕地狱的原因 本经说明地狱真相 教诫无人莫造地狱罪报之音 而受无量苦 万劫不复 并教导无人如何依本经修持 第二节 修持地藏经的次第 道生居士 地藏经人人会诵 不是只有超度 它有关修行方法 自养生送中 生儿育女 出外旅游 消灾止苦 戒杀不失 乃至圆满福道 均有详细方法 本经共识三品 一 法院 学地藏菩萨 第一 道立天功神通品 第二分身即慧品 这二品说明地藏菩萨 是能教化之主 即地藏菩萨分身无量 深入地狱 以孝形化 另生人天之幽名教主 二 堕地狱原因 第三观众生液原品 第四言 不众生液感品 第五 地狱名号品 书名地藏菩萨 所教化之机缘 即不孝顺双亲 不尊敬三宝 众生因贪嗔吃货 造身口一夜 而受无间之罪恶众生 三 出离恶道方法 第六如来赞探品 第七利益存亡品 第八言罗王重赞探品 书名度众生之因缘 即烧香 诵经 造帆 造相 摘僧公众之种种善缘 是众生被赌因缘 四 成佛入道之门 第九称佛名号品 第十效量不失功德原品 第十一地神护法品 第十二见文利益品 第十三诸累人天品 书名成佛之音 即令人至成恭敬 佛名号或菩萨名号 才 法不失 适度尽众生之菩提正音 第三节 如何修持地藏经 道生居士 一 以忏悔心持诵 佛说忏悔即清静 向冤亲债主求忏悔 只要发出忏悔心 当下业障消一半 这是心法 心能造业 也能感业 鬼神看得到你的心 二 以感恩的心持诵 佛菩萨有无量神通 知道众生皆有佛性 知道众生宿命因果活源 所以要感恩诸佛地藏菩萨 及互把菩萨护持 三 读诵不能心浮气躁 有些人以为 我读了多少读经 生起了贪念 贪功德的心 或者诵经时 只想要赶快读完 心是急躁的 心定不下来 想立即解决问题 这便不能感应道交 四 不能求快速完成或感应 众生不知道自己业长深重 以为送一些经文 就能够化解一切障碍 而不知道 一切有因才有果 过去生造业的心很长 现在才用功几天几个月 就要求回报 不要心存读己不经 救济者病要马上好 而是要在生病中 不断忏悔 不断不失 不断精进用功 要发大愿送二百 五百 一千步 这样勇猛心 冤心债主会知道 会原谅的 这样精进读诵 即是修行 就会产生功德力 自己业长 就像年久未修的机器 开始转动 五 读诵要出生 念力有磁波 读诵有音波 心清静 磁波是光明 为什么有些人修得很好 红光满面 额头很亮 脸相会变不一样 那便是磁波气场能量很强 所以读诵要有声音 若在办公室普遍 可以小声念 助 孝连讲堂流通地藏经读诵 有DVD版及手机版 可直接用智慧型手机 在孝连讲堂网站下载 戴上耳机便可在公车 捷运 高铁 火车 自用车上读诵地藏经 六 读诵方式 时间 场所 持诵时作者即可 经文有礼佛地方 要起身拜佛 要战者也可 不要躺者 重病者除外 尽量在家 持诵车内也可以 重症患者或老人家 作者持诵 24小时皆可持诵 但每步持诵时间 以九十分钟为最适当 七 关于诵经立香案 家中有佛堂 以三柱香 恭请南摩大慈大悲 地藏王菩萨慈悲护持 若无佛堂者 则必定要和掌恭请南摩大慈大悲 地藏王菩萨慈悲护持三称 诵经最好是完整一步 或者分上 中 下三卷 但每一次开始诵 要称南摩本师 是加穆尼伯三称 即开经济 八 诵经的一些现象 如有头晕目眩 身体不适 很累没体力 流眼泪 念得很吃力 念不下去 牺牲疑惑等 尤其刚开始持诵时 可能会有此情形 不要退转害怕 祈求地藏菩萨加持 遇到这种情况现象 是累生累世的 冤亲债主缘故 应以忏悔的心 祈求冤亲债主原谅 更要以精进地 新来圆满 现前之因缘果报 伤心的血缘故 伤心内称之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